5月27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在成都发布了2019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该报告指出,截止2018年12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6.48亿 短视频用户使用时长占总上网时长的11.4%,成为仅次于及时通讯的第二大应用类型 短视频持续领跑中国网络视听市场 近两年,短视频行业用户规模和使用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2018年下半年,中国新增短视频用户5395万,用户规模增长率为8.3% 同时,随着短视频市场逐步成熟,内容生产的专业度和垂直度加深 同质化内容已无法立足,优秀内容成为各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未来,短视频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和信息传播方式 将与多领域交叉渗透,融合发展 我们认为世界不仅仅是平的,而且是短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这种短视频这样一种形态发展的这种迅闻的态势 席卷各个领域,不管是极限的层次也好 还是按照年龄选招,按收入选招,按照这个教育设计 它在全面的渗透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更加多的优质的内容,更加多的优秀的网络的创作才能 加入到这个程度,会为这个活动继续带来更新的一种运力 从2018年年底数据对比来看 短视频应用在中老年、低学历、高学历、中高收入人群中正在加速渗透 其中40岁以上用户的使用率在半年内提升了12个百分点以上 周杰表示,整体视频内容行业规模在未来人将保持平稳增长 随着5G技术的发展,网络视听行业还将迎来历史性、突破性的发展机遇 接着5G技术的发展,网络视听行业的发展,网络视听行业络视听行业络视听行业络视频 接着5G技术的发展,网络视听行业络视听行业络视频